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追讨金融业员工薪资 超额部分全数突出 破千万大学生离校两条路 要么考公职 要么当网红 暑期当野孩子供应前突然被禁 掀起巨大风波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报道内容 习近平重提动态清零 中国人闻风丧胆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准备推出金融稳定法 习近平最近谈到经济问题时 重新提起一个让中国人闻风丧胆的名词 中共党媒求是网7月1日发文谈就业问题 已用习近平在5月底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的话 说要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这话在网上引起惊恐 网民说太吓人了 习主席又要清零了 国内自媒体发文说 这是个不寻常的信号 动态清零这个词在线 可见就业形势有多严峻 传统的三大就业蓄水池 网约车 外卖 快递都过度饱和 而且一个非常独特的现实是 全国总人口中本科生比例只有4.4% 但外卖小哥中的本科率已经达到了30% 妥妥高学历群体 这篇文章最后干脆说 今天中国经济的几乎所有问题 归根结底都和就业有关 除找不到工作的之外 抱着金饭碗的日子也都不好过 武汉人周丽说 武汉公务员又被减薪 每人减几百 还有 周丽妹妹的女儿是汉口银行高管 现在工资减30% 汉口银行全员减薪 贵阳人张先生说 贵州省政府没钱了 公务员只发基本工资 补贴全没了 还有更糟的 有些地方政府追讨公务员三年前发的补贴 全都要退回来 他们公务员出差自己颠付的钱 最长半年都没有报销 甚至去年的差旅费还没报销完 青岛居民郭先生说 青岛无论大型餐厅还是小吃店 生意都越来越差 百姓消费疲软 舍不得在外面吃饭原因很简单 就是挣钱少了 现在连公务员福利都取消了很多 观察人士早就警告 房地产拖累中国经济后 下一个可能爆雷的地方就是银行 这比房地产危机更严重 可能让中国陷入金融危机 最近传出消息说 中国准备推出金融稳定法 包括设立基金援助受困的银行 证券保险 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 这是北京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环 金融稳定法草案已在上周通过人大二次审议 时评人江森哲说 北京要出台什么法律 就说明在什么方面出了问题 要出台金融稳定法 就说明金融出了问题 而且不是小问题 江森哲认为 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危机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国内的内需垮了 不仅房子降价 汽车 家电 猪肉等都要降价 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中国向全球出口廉价产品 但这已经引起各国警惕 一旦出口也跟着凉下来 那中国经济就彻底凉了 对于中共来说 到时候中国经济有一个独特的 也是唯一的出路 就是回归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 估计本月的三中全会 就是为回归计划经济定调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拜登松口 正在评估是否继续参选 据一评新闻网报道 当美国总统 拜登在1973年 当选美国位高权重的联邦参议员时 他才31岁 此后的50年 拜登一直没有脱离华府的政治圈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 什么状况会促使自己接受 这根本行不通 选不下去了 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告诉一名重要盟友 他在上周的灾难性辩论表现后 如果他在未来几天 无法说服公众 自己胜任总统工作 他知道自己 可能无法挽救总统候选人资格 根据纽约时报 这位拜登的盟友强调 拜登明白 接下来几次露面必须顺利 尤其是5日预定接受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News主持人 史蒂法·诺普洛的访问 以及在宾州和威斯康辛州的竞选活动 中央社报道 这位拜登的盟友指称 他知道 如果自己再有两场活动 出现那种辩论会上结结巴巴 注意力不集中的表现 周末结束前 我们将有不同处境 这名盟友过去24小时 曾与拜登交谈 因为情势敏感 不愿俱名 此外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报道 拜登私下承认 接下来几天 对他能否保住 连任总统的竞选活动 至关重要 据报道 拜登昨天向一名盟友表明 他了解什么 会促使自己接受 这根本行不通 这名盟友告诉 CNN 拜登看到这个时刻 他心知肚明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三中全会期望值越来越低 国家安全比开放重要 政治比经济重要 党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 7月15日至18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将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 开这个会 一般来讲 是要为未来五年的中国经济提供动力 法国世界报今天发了一篇文章说 5月底的一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了山东济南 与一批企业主和经济学教授们见面 会上 习近平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下降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独角兽企业 指的是价值超过10亿美元 但是却没有上市的自创企业 世界报说 原因当然是明摆着的 就拿马云创建的阿里巴巴的例子来说 他们太有影响力了 竟然敢批评中国的银行监管系统 于是中国共产党打压了一些科技巨头 他们的物流系统 云服务和产品交付都推迟了上市 世界报说 北京还逼着中国企业减少在国外的融资 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资金 可是2023年 中国369家独角兽企业中 有70%的企业得到了败国投资 不知道当时在开会的时候 习近平的问题有没有得到答复 但是网友们却张口说出 原因要在习近平那方面去找 这一幕又让人感觉到无所适从 每次中国共产党让让大家放心 但是基本上 他们释放出的信号 却有意无意地弄得人们不放心起来 让人感觉他们要加强管控 不能释放出清晰的信号 不仅让商界寸步难行 就是普通老百姓 也因为对前途不放心而很少消费 世界报举了一个例子 2月2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美国商会时说 中国对商业敞开大门 同一天中国共产党推出国安法改革 在里面加进商业机密这一项 商业机密界定模糊 要是去对越来越多的企业进行调查 就有可能被冠以间谍罪的风险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西方商业街对中国领导人的评价是 可以预期开放 对吸引外资不遗余力 当时中国是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因素 但现在大环境变了 变化在于对习近平来说 国家安全比开放重要 政治比经济重要 党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 在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 邓小平进行经济改革 开放中国 改变了未来几十年中国的道路 对2024年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预期却要一般的多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北大智库阶底 中国房价还要下跌40% 据腾讯财经经济大家说 7月2日报道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姚洋 在6月25至27日夏季达沃斯论坛现场 接受专访时指出 因中央政府注入的资金太少 中国房价会继续下跌 参照海外经验 房价还要下跌40% 今年年初 姚洋曾表示 过去房地产调整速度太慢了 早就应该让房价下跌 半年后 姚洋再次表示 以海外经验来解释 当下的中国房价 房价跌幅需达到40% 市场才可能得以矫正 目前还没有调整到这个幅度 中央政府注入的资金量太少 地方政府也没有积极性 扩大贷款规模 所以市场自然会继续调整 如果让市场自由调节 房价必然还会下跌 姚洋表示 房地产行业高速发展期已经过去 中国经济期待新增长点 他预测 下半年房地产依然会有新政策出台 但不太可能是人们所期待的大招 姚洋的观点引起民众热议 按收入水平 各地经济发展速度 物价水平 货币价值 应下落50%至60%以上才正常 工资涨了10%的时候 房价就涨了50% 现在房价跌了10%的时候 我收入就降了50% 5月份 中共政府宣布了一项 300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机制 计划为地方国有企业 提供5000亿人民币的融资 并要求国企以合理的价格购买 已建成的滞销房产 将其转化为保障性住房 研究机构龙舟精训估计 按市场均价计算 5000亿元的购房款 只可消化12%的住房库存 如果以折扣价购买 则可消化20%的库存 姚洋现年60岁 是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 长期关注经济学原理 中国制度转型等宏观话题 因为比较敢言 角度犀利 获得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此前3月4日 高盛集团财富管理首席投资官沙尔敏 穆萨瓦尔·拉赫玛尼 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 明确建议 不要在中国投资 他解释了 做出这一决定的系列理由 包括对未来十年 中国经济稳步放缓的预期 中国的三大经济增长支柱 房地产市场 基础设施和出口疲软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追讨金融业员工薪资 超额部分全数突出 据一评新闻网报道 中国计划对企业肥猫 设定薪资上限 媒体报道 国有金融企业员工年薪 将不得超过300万人民币 超额部分还会肃及既往全数追回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来强调 共同富裕方针 在国家面临经济下行时 将财富平均分配 香港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说法报道 国营金融机构员工年薪 一定上限300万 私营企业不受影响 报道说 这项措施速及既往 过去几年年薪超过300万元者 一领的部分可能要脚还给企业 报道指出 2022年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 有位年轻交易员 在社区媒体炫耀薪水 引起公愤 当局就盯上被视为精英的金融业人士 调查高阶主管是否涉及贪腐 先前有中国媒体报道 有央企要求旗下公募基金公司员工 退回去年 发放超过290万元的薪酬 引发热议 首笔退薪期限是6月28日 8月中旬 全部都要退回 彭泰新闻报道 央企要求旗下公募基金公司员工退薪 退薪贷这新商品悠然而生 提供贷款给需要退薪却钱不够的员工 不过退薪贷这说法仅在方间流传 无证据显示 已经推出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破千万大学生离校两条路 要么考公职 要么当网红 据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经济持续低迷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今年又有破千万名大学毕业生离校 就业形势异常严峻 今年5月底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促进高品质充分就业 进行第14次集体学习 次数之多已是个不同寻常的信号 而学习会议中有句话又引人注目 统筹用好公益性职位 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知名中国布洛克指出 动态清零这个词在线 可见中国就业情势有多严峻 解决就业问题刻不容缓 中国知名布洛克马江博说 趋势近日发文指出 5月中国整体失业率5% 而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为14.7% 这两个数据比前几个月有所改善 但又和外界的感受不一致 这是因为很多情况并没纳入失业统计 文章指出 有地重的农村人口不算失业人口 有收入的弹性就业群体也不算失业 另外去年的青年失业率连续多月突破20% 但在剔除在校生后 青年失业率才降到15.2% 新公布的一些数据更能真切地反映就业有多困难 今年中国预计将有1179万大学 应届毕业生走出大学 再创历史新高 根据支联招聘的数据 目前只有不到一半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拿到了录用通知 应届说博士生更低 拿到录用通知的仅33% 首次出现学历与录用率倒挂现象 年轻人似乎只剩两条路 要么考工职 要么当网红 人力资源网站BOSS职聘去年新增4900万用户 也曾因为流量太大而当机 这是因为找工作的人太多了 此外 传统的三大就业蓄水池 轿车 外带 快递 均出现过度饱和 2020年到2023年 轿车司机增加了127.33% 但用户规模只增加44.66% 需求远远跟不上供给 外送人员达1300万 而且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已高达30% 而中国总人口中有大学学历的比例仅4.4% 残酷现实 让大量人才自我降级 也挤压了更低端的就业人群 目前中国弹性就业人数超过2亿 全国就业劳动力7.5亿 占27% 而种种迹象显示 弹性就业也越来越困难 今年前4个月 中国全国个人所得税年跌7% 所得税下跌 若不是民众的薪水降低了 就是没工作的人多了 从现实来看 两者同时存在 马江博说趋势指出 今天中国经济的几乎所有问题 归根到底都跟就业有关 北京当局明确将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的要求摆上了台面 并提出统筹用好公益性职位 公益性职位是指由政府出资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位 例如公车上的红袖章 停车场的看管员 或社区的监督员等 可见这项工作的核心任务是兜底 确保每个家庭都有就业 都有一口饭吃 文章指出 中国就业 就业失速的核心原因是 民营中小企业 这个就业基本盘正在萎缩 中小企业提供了超过95%的就业机会 要真正解决就业问题 必须稳住中小企业基本盘 但中国在疫情三年后 大量中小企业倒闭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暑期当野孩子供应前突然被禁 掀起巨大风波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国暑期电影《野孩子》 《海关战线》等四部影片 原定于7月10日在全国上映 其中野孩子片商突然宣布取消上映 但未解释理由 野孩子以真实事件拍摄 聚焦处于社会困境的儿童群体 讲述小偷哥哥和孤儿弟弟的流浪路 上述消息一度登上热搜第一 并引发热议 进入7月学生暑期 中国各地电影院 推出海关战线《默杀野孩子》和抓娃娃 四部适合学生观看的电影 其中已处在困境中的流浪儿童 以偷窃为题材的影片 野孩子片方周三晚间 发表停止供应声明 由于后期进度原因 电影野孩子将取消7月10日的供应安排 我们向各营馆院线的同仁 及所有观众朋友们 致以最诚挚的歉意 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温暖守候 我们将积极协调售票平台和影成各方 确保妥善处理大家的退票事宜 对于野孩子上映档期被突然取消 旅居澳大利亚的作家 袁洪斌周四接受采访时说 中国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人认为 野片带有负能量 为突出主旋律 我们得到的信息 是蔡奇现在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 是她提出 该电影不符合主旋律 不符合现在要鼓励青年人和少年人 应该蓬勃向上的主旋律 还会误导人们对现在中国的现实 产生消极心理 所以停止播映 由王俊凯 邓家贵 陈永胜等人 主演的野孩子 取材自《流浪兄弟真实事件》 聚焦社会困境儿童群体 讲述了一段小偷哥哥 和孤儿弟弟的流浪路 一场温暖的守护与救赎 影片中 独自流浪生活的男孩马亮 王俊凯是机缘巧合下 遇见了被家人遗忘 无人关照的孩子喧喧官子协士 相似的命运 让两个孤独的少年渐行渐进 风雨中 他们一起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家 拥抱取暖彼此守护 关注大陆青少年生活环境的 台湾学者曾建元 对学生暑期电影《野孩子被禁》 接受采访时说 该片呈现中国社会底层青少年的真实状态 唤起人们对他们的关心 符合多数人的意志 让这个国家和社会知道 还有哪些地方要改进 社会时刻需要类似的提醒 国家才会进步 这部电影表达了对人性的关怀 希望观众观后有侧隐之心 懂得如何去关爱身边的人 在一个公民社会中 这是非常需要的 上述消息 周四早上八点多登上 微博热搜第一位 不少网民感叹 好好的一部电影 为何无缘无故地突然停演 网民思织令人发泡留言 听过导演对片子的解读 加奔跑 期盼 应该是不温暖十足的电影 期待再次上映 有的说 每一天都感觉很荒谬 如今电影《野孩子》被撤当 应该有别的原因 还有人留言 《野孩子》拍得很婉转 多年前在广州 深圳 见过街头流浪的人 影视作品稍微撕开 社会底层生存状态 上面就不舒服了 中国多家媒体报道 7月3日90 《野孩子》宣布提档 正式开启预售 据灯塔专业版 截至7月3日 22时31分 野孩子的预售票房 已达550万 应前媒体预测总票房 为3.5至5亿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敬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